在父亲节之前 新北市政府举行了 102年度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新北市长朱立伦除了借此机会 来表扬模范父亲 对于家庭和社会的付出和贡献之外 也对于男性从政者所扮演的父亲角色 自嘲了一番 希望家人能够共同的来体谅他们 因为他们实在真的很难拨出时间 来和家人相处 新北市政府表扬102年度的模范父亲 55位得奖的爸爸们 在家人的陪伴下参加表扬典礼 每个父亲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 这场活动也特别邀请新北市市长朱立伦 来颁证金戒指和奖牌 感谢他们的付出 包括对自己的子女 对自己的家人 对自己的周边的工作 或者是社会的公益 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付出 所以今天选出来的模范父亲 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肯定来表扬 同样的也是身为人妇的朱市长 看到现场的模范父亲 还有应邀出席的市议员 多以女性为主 也不免想起自己所扮演的爸爸身份 和很多政治人物一样 几乎都没有把时间留给家人 从事公共服务 从事政治工作的这些爸爸们 通通都要检讨 但是我也必须要为我们大家发声一下 我们的心绝对是跟大家一样的 所以很多不敢来的南议员 我还是要讲一下 大家都还是可以继续加油 继续努力的 这一场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除了肯定养儿育女 挑起经济重担的传统持妇之外 还有增加了寄养爸爸 和原住民爸爸 感谢他们为家庭 为社会奉献心力 让这个社会充满了温情 中家新北新闻 板桥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